从第一副最强地标《沈阳故宫》开始,李虎用八年时间几乎划遍了沈阳的各大地标,绘制了二百多幅作品,并把这些作品设计制作成明信片。 4月15日,记者来到李虎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工作室,采访了这位手绘城市地标的爱好者。 今年33岁的李虎老家在辽宁省朝阳市,2007年他来到沈阳读大学,从此沈阳成了他的第二故乡。 日复一日的相守让他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。 沈阳故宫大正殿是李虎手绘沈阳的第一幅作品,也是最难的一幅。 为了画好这幅作品,李虎前后多次到沈阳故宫实地观摩,每次观摩都会产生不同的感悟。 期间,两三年的时间,李虎一直钻研故宫大正殿的画作,手绘了十几幅画作后才达到了今天的水平。 但是李虎表示,这也并不是他最满意的一幅作品。 不过他也相信,随着自己经验的不断积累,会创作出更好的大正殿画作。 实际上,每次画图,李虎都要到实地考察。 有时坐在现场直接画,有时会从不同角度拍照,回家后构图起笔,描线上色。 简单的画稿从设计到完成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,复杂的画作则需要二十几个小时。 装作的东西都是用的这种笔,就是马克笔,因为马克笔的颜色比较鲜明,对比性也比较强,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也比较强。 如今,李虎已用完了近八万只马克笔,除了沈阳地标性景观的手绘外,著名景点、高校商场、大街小巷都成为了他的创作对象。 目前,李虎在沈阳经营一家培训机构,虽然工作忙,但始终坚持手绘沈阳的这个爱好。 一般画画时间都是在九点到十二点这一个阶段,然后去画沈阳的一些东西。 沈阳故宫、圣经大剧院、奥提中心,李虎的手绘作品向人们展示了沈阳的美好。 现在,他主要以现代风格的建筑为创作对象。 目前,城市全景鸟看图正在创作进行中。 未来,李虎将继续为沈阳作画,他还打算把他的画稿做成日历或者记事本传递沈阳的魅力与温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